太后明明看出了甄嬛的孩子有问题 但她却没有直接点出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她和甄嬛之间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往事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事实上 甄嬛刚刚回宫时 肚子里的孩子就引起了太后的注意 当时他当着皇帝和甄嬛的面表示 甄嬛的肚子看起来比一般人要大些 表面上看的只是随口一说 实际上她已经对甄嬛肚子里的孩子产生了怀疑 所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试探甄嬛 看她会是什么反应 不过 现如今的甄嬛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不安事事的小女孩了 在过境千番之后 她可以冷静地对待所有的质疑 因此 她非常平静地向太后表示 自己怀的是双胞胎 不过 她的回答并没有彻底打消太后的怀疑 太后又叫人给她诊脉 直到确定她怀的确实是双胞胎以后 才暂时地放下了怀疑 不过呢 也仅仅是暂时 这让甄嬛深刻地意识到 宫中有太多人盯着自己的肚子 所以 她必须要解决孩子出生的时差 好在她在宫中帮手众多 之后呢 她略失小计 以小产的名义 让足月的孩子出生了 而她也不负众望地产现了一对龙凤胎 这让子嗣西伯的皇帝十分高兴 她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中 丝毫不怀疑孩子的真实身份 不过 太后却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所以派身边的竹西 去看了甄嬛和孩子 竹西到场以后 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 小阿哥与小公主 眉眼之间很像西妃娘娘 言外之意就是 孩子的额娘是谁 我可以确定 但是孩子的阿玛是谁呢 我可不敢乱说 这句话看似是无以之言 实际上却是在暗示皇帝 而且很明显这句话是太后 示意她说的 毕竟她作为宫中的老人 在看望新出生的小皇子时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她还是心里有数的 不过啊 当时皇帝还沉浸在喜当天的气氛中 并没有去戏品竹西说的话 竹西看完以后 或许是太后还觉得不放心 又自己去看了一遍 然后接着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她表示 孩子生下来就白白嫩嫩的 不像皇帝生下来的时候黑曲曲的 这摆明了是在告诉皇帝 你孩子跟你长得不像 这就证明她很怀疑小皇子的身份 只是没有证据 所以通过暗示的方式 希望皇帝自己去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还有就是 在给孩子取名字时 太后默认了让皇帝和甄嬛取 而自己不参与 但是 后来梅庄生孩子的时候 她就要亲自给梅庄的孩子取名字 那为什么太后不愿意给甄嬛的孩子取名字 却愿意给梅庄的取呢 原因很简单 除了梅庄经常照顾她 对梅庄很喜欢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她并不能确定 甄嬛的孩子是亲帖 但是呢 她却认定了梅庄的孩子是皇帝的 不过 甄嬛孩子出生时 她和皇帝之间的感情十分要好 一方面 皇帝对甄嬛的失而复得十分开心 另一方面是为自己得到双生子而高兴 所以 她并未在意太后的话 也没有派人去彻查孩子的身份 甄嬛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可是呢 另一边太后却一直惦记此事 作为上一届的宫头冠军 她有必要确认孩子的身份 所以 很快她就对甄嬛发起第三次试探 也就是著名的低血认亲事件 说到这里啊 有些朋友可能就要问了 在整个事件中她根本没有露脸 又如何能够试探甄嬛呢 要知道皇后是她的亲信 而低血认亲的主导就是皇后 也就是说 在名场面正式开始前 太后就听到风声了 按理说 她作为后宫之主 在听到这种有损皇家颜面的事情 理应该选择阻止 可是她却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默许一切的发生 这才让皇后一当如此嚣张 她之所以会默许一切的发生 原因并不是她偏向皇后 而是她也怀疑甄嬛孩子的身份 想借这个机会试探一番 有了太后的默许 皇后一当才敢如此嚣张 可惜的是 皇后一当虽然心思毒辣 但是脑袋却不够用 自以为万无一失地 在水中加了白帆 到头来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终 甄嬛成功脱险 此后众人都不敢再提她孩子的事 就连太后也没有再多言 那么 在整件事情中 太后真的被糊弄过去了吗 很明显没有 毕竟虽然她没有在现场 但是她的眼线遍布宫中 甄嬛在低血验亲时百般阻扰 她不一定没察觉 那她为何不直接站出来 表明自己的怀疑呢 以她太后的身份 但凡她说句话 那这件事一定能够得到彻查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 她和皇帝的感情并不好 母子二人经常互相猜疑 且按照剧中的设定 太后年轻时 是与龙科托有染的 也就是说 她给先皇戴了帽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她站出来怀疑甄嬛 那无疑会影响到母子间的情谊 除了担心影响母子间的关系以外 太后还有哪些顾虑呢 她还需要保住乌拉纳拉氏族 更要制衡皇后 皇后虽然是她的族人 但却是个心狠手辣的 她害死自己的亲姐姐不说 还害死皇帝的众多皇子 导致皇帝一把年纪了 还子嗣西伯 太后作为后宫之主 在这点上也是对皇后颇有怨恨的 不过呢 却因为对方是她的亲侄女 所以她非但不能扳倒 她不说 还会在她犯错的时候 向皇帝求行 但是她也不会认皇后就这样肆意发展下去 她也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和皇后抗衡的人 甄嬛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 后期甄嬛已经扶持四阿哥 虽然太后不确定 甄嬛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但是 她可以确定四阿哥是皇家的血脉 这才是她看中的 作为后宫之主 她要确保的是皇位继承人的正统性 至于甄嬛和水油染 她并不关心 毕竟呢 有些事情若是直接指出来了 那伤害的就是皇家的颜面 这对她自己也没好处 简而言之 她不揭发甄嬛 其实就是双赢的局面 毕竟甄嬛能够和皇后抗衡 还能在保住皇家颜面的同时 确保新军的正统性 值得一提的是 甄嬛在后期背叛了皇帝 而太后年轻时也曾背叛了先皇 两个人呢 算是有过相同的经历 到后期 皇帝对两人做的事情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才会在临终时带着那么大的怨气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父皇曾经遭到背叛 多年以后自己又重蹈覆辙 这对他而言是个重大的打击 因此他才会病得那么快 甄嬛一行人给他下药 不过是做了个辅助作用罢了 皇帝这一生 可谓是机关算尽 还是皇子时他就算计自己的兄弟 当上皇帝后他又算计大臣妃子 机关算尽的他 怎么也没想到 最后自己会落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再说甄嬛 虽然他凭借自己的机制 突破了种种难关 最终成功坐上太后的宝座 自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不说 还保住了他和果郡王的血脉 但是到头来 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挚友 都先他一步离去了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悲哀呢 他以为自己为果郡王报仇以后 便可以得到快乐 可事实是 到头来他自己也恍惚了 当他成功看到皇帝厌弃时 也开始怀念起了 自己曾经和皇帝之间的快乐时光 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他也早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